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原处于台东泰马里西上游的戒达村与比鲁村迁到泰马里乡的平地 1973年改名为振兴村 除部分是在1961年从屏东县雾台乡旧烤茶村迁入的西鲁凯族之外 其余皆为排湾族人 真正的前辈正是台中县清风乡振兴村的排湾族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台东县清风乡嘉兰国小 校园小而美 是一所具有族群特色的学校 小朋友在里面游戏玩耍 但就在这个校园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政治案件 有三名排湾族的青年 因为拿翻刀在蒋中正同项上科字 其中一位受到头目家族的保护 未受颇及 而另外两位青年 真正男 中阿生 分别才16岁和20岁 则是被冠上了叛乱罪名 校园里的铜像早已消失 但家属们心底的伤痛依然存在 我们寻着嘉兰派出所警员的指引 找到在临近部落的冰榔滩 就开在人来车往的马路边 这是真正男前辈长女 真纪正开的小店面 当我们说明来访的目的之后 她先是真愣了一会儿 尚未开口说话 泪便已悠悠流下 在这午后的小店里 有着压抑又忧伤的氛围流转 对啊 他是不怎么爱讲话的人 对啊 就是都是做自己这样子 可是 要怎么讲呢 我 也是很久眼了 跟她的那个就是相处的那些 其实几乎都有一点淡掉 因为她在我有记忆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 就是自己又不爱讲话 然后每次都是住在山上 也是比较怎么讲 我也是读 就没有读很多的时候 我就是过小一个年纪 出去工作就很少跟她接触 直到她生病的时候 我们才会来 万人 对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时候很多的相处 因为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对啊 我懂我懂事的时候她已经是生病了 对 之前因为我都是在外面工作很少人啊 所以比较没有说跟她比较友谈的人 对对 对 我是听我伯父他们讲的 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过 对啊 妈妈啊 你会啊 他们也是会聊这样的 可是 真的啦 她我的印象中 她就是很少在家的 对 在金风香第一公墓里 我们找寻到真正男前辈的坟墓 带去由她女儿亲手包的冰榔 与她深情喜爱的米酒和香烟 墓碑上刻着民国三十二年出生 八十七年故事 享年五十五岁 真正男前辈在她十六岁的时候 尚不按世事的年纪 洗在同伴的肩膀上 拿起翻刀 在迦兰国小蒋中正的雕像上 刻下了 不行了 要杀了 几个字 让她婴儿遭判刑入狱 三年六个月 出狱后一年 随即到金门当兵 回到布洛后结婚 育有三子 她的后代 从来未曾从父亲嘴中 听过入狱的事情 她都住在山上 一个礼拜就回来一次了 她不会讲话的人 就很电很电那种的 对啊 连她生病什么都还不会讲 就痛了才会说 就是那时候都是我大哥大嫂在过 她就带去医院就通知我们这样 对啊 她回来跟她讲说怎样怎样 她也不会讲 她也不讲 她就跟我讲说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 就是太匹喔还是怎样 嗯 她就怎么讲就好像在跟朋友 嬉闹喔还是什么 好 她就就很像说什么烧那个 不知道是烧 是哪一项还是烧国旗我忘记了啦 对就是叫阿伯抓这样 对我听到的是这样 带走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子啦 对因为爸爸没有出去过 对他没有出社会过 对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对因为他跟妈妈结婚的时候 他就因为他入罪嘛 他就都住在家啦 我这个事情我知道的时候 好像是爸爸去世了之后 世伯才跟我 因为世伯有帮我们生 就是他们不是有 对 就是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事情的 对我才知道原来爸爸有这一段 就你爸爸以前就有被光阿烟雨 对我也是下雨天的时候 就不怎么清楚 那时候我根本 我没想到说会碰到这个地底 因为那时候我是单兵嘛 我单兵过去到那个桃园 就是在桃园大西那边啊 松树脚 桃园到台北比较近 比较近 比较近 不过来呢 因为我们阿兵哥每个礼拜六都有那个 什么有一个电影舰 你要看哪一个地方才会发现一下 我来讲我就这样跟 遇到说 嗯 滴滴在荆岛东路 荆岛东路就是过去 是我们最可怕的地方吧 对 专门那个杀人杀人都看不到那个 金氏吧 嗯 对 那个地方啊 结果我到哪边 以后我就知道是 我自己在那边啊 哦 在那边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台湾大学 承包他们台湾大学生的衣服 凡是要学的衣服都是辛苦的 因为在那个台湾大学里面有那个洗衣工厂 洗衣服工厂 他就是都在安排这段的边去了 因为他每个每个礼拜他一定要去收医者 然后收人家的衣服洗衣服 有着不小心的学生 有着钱 比如在古代里面 因为他们都会那个里面那些人都会好好地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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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变成他们的那个好处了 对 对 也不会讲说我强了你强了 不是 他们都是共同这样 对 对 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一段时间 我在那边一方面享受到我们的衣服也是 然后就在那边一起啪啪亮亮 这样 然后就 这样过去就没有了 有有有有 他就收到这个教育 洗脑啊 给他洗脑 我就是把他的心理的程序观念 给他那个 真孝先生是真家唯一曾经前往探监的家属 说起这个最小的弟弟仍有满满的回忆和关爱 提起当年弟弟被抓走时 依然健在的父母担心不已 母亲巧手凝望远方的表情 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全家对于真正男前辈的罪名 都是后来慢慢探听才逐渐清晰 当然会想 因为当时我们五个 五个兄弟里面是最小的一个嘛 对 对 很调别 很 很 很那个 他要什么就是要什么 他就是 我们生从他 当然很难过 但是什么也难过呢 那个时候的情形之下就这样啊 就这样看看是 他们 就这样 女儿什么 你没有话讲啊 我再慢慢慢慢慢慢的了解到说 是这边的事情发生的 因为当时有三个 三个好朋友 一个人最聪明 一个人是不聪明 一个人是比较笨 就聪明的人说 传门策划 这个要怎么样 这样 还有一个人说 不行啦 要杀啦 嗯 另外一个最有勇敢的 用刀子 划一下 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形成了一个 嗯 就是有问题的人嘛 因为真正男前辈的后代 对于当年的事情 完全不知情 只得请教真正男前辈的兄弟 在曾记正女士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真明先生家里 真明先生是真正男前辈的大哥 作为长子 他一直对于弟弟入狱一世 耿耿于怀 每回只要想起这个最小的弟弟 他心里就有着无尽的上悲 激动的情绪表露无疑 家人因为担心他的年事已高 不断与他确认 是否愿意重谈旧事 唯恐唤醒的伤心记忆 造成老人家身体不适 没有看到我们 你怎么也换些书军 你 你 所以我们在写 因为那个申请那个 理赔的事情是我跟叔叔写的 因为我们是去台北 嗯 所以我就去拿那个资料来填写 嗯 里面也没什么 只是说我们被判了 然后可以申请理赔 以及什么 写那个家属 比方说就是那个钱要怎么分配 就那样而已 至于说 他原来就是怎么样的情形之下 是怎么样怎么样 不知道啊 所以我的爸爸就 就每次想就会很难过嘛 不想讲这样嘛 但是我们还是在哪里 我们会得到这些人 还会得到这些人 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在一起 这些人都会不会有所谓的 都会有所谓的 这些人都会得到这些人 我们也会得到这些人 也会得到这些人 如果我们会得到这些人 会必要得到这些人 我们也会得到这些人 我们也会得到这些人 ING 現在,米 所以,米 在 西園 在 見 摺 такие走а 红� deep З��라 在 checkout 我跟他们一拥 赴相爱 我说我去做 不过也有一 SEO 所希望 我还没说呢 大清的 火攻离 我有靠 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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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邊拆掉了 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邊拆掉了 拆掉了 重新改造 這幾時代的宿舍 大通褲 所以一點痕跡都沒有了 沒有了 通通改了 也是分出所 宿舍 對 宿舍就住我們再過去一邊 宿舍有另外一邊再過去一邊 兄弟都住在附近 爸爸工作關係也把兄弟一起帶過去 他們本來說三個人 後來一個就不知道怎麼樣脫墜 也是排彎 排彎 都是排彎的 他們幾個常常 就是做房工 撒來板 我們以前也就是 年輕人都是一起工作 弄小米啊 什麼的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家人的 我們是移到那邊 所以他們也是希望交朋友 就因為他是比較聰明啊 他就一起擺脫啊 一起擺脫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他做的 就是頭部啊 人家有頭部啊 而且他 有人會講話 我們是一般民眾啊 怎麼會 反正被抓到派出所 都會溫倒啊 他的媽媽就很難過啊 後來到台北的時候 他就穩定了 大概是幾年 他就會寫信來說 他在台大 台灣大學 洗衣服 真的是 他有寫信來洗衣服 所以你們放心 我們只知道那樣啊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在那個洗衣服這樣 結果爸爸也 那時候有一點寬心嘛 因為 他所以一直被關在裡面 還是像給他勞動這樣 說起當時的回憶 不會說中文的真名先生 清清楚楚的記得 自己的弟弟當時寫了六個字 還以正確的中文說了出來 明顯的表達出他深刻的印象 對他來說 16歲的弟弟什麼都不懂 就因為會寫漢字 所以被人教說科字 才導致了被抓入獄的下場 他因為他 叔叔 那個讀那個有畢業嘛 國小畢業 國小啊 所以他很會寫字 叔叔 字又好看 有讀國中嗎 沒有 那時候沒有初衷 初衷嘛 那時候沒有讀啊 家裡都要工作 只有那個四伯 跟那個二伯 二伯 一起 這都說 因為我們是從山上 大五三下 然後 我們就見到這裡 他們就等大王 太馬里很大 很早就上班 就努力抚養上五個兒子 爸爸是老大嘛 長胸如膚啊 還是什麼 對弟弟妹妹 對啊 對弟哥 沒有妹妹 對弟弟他們都 真的 還有看到說當工有 還有一點 那個正常的生活 可以一直看 就是 有 他們幾個人去寫了 然後叔叔 他會很小 因為那時候 叫他在那邊寫字 是那樣子 我們聽到的是這樣 我們聽到的是這樣 不行啦 要是阿拉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他的後代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他的後代 曾正男前輩的罪名已遭撤銷 曾家一家人都很驚訝 看著2019年的新聞 由蔡英文總統親自宣布撤銷罪名的報導 畫面特別停格在曾正男前輩的名字上時 他們的臉上交錯著濃濃的悲傷和略帶安慰的神情 曾銘先生凹陷的雙頰與眼睛裡 有著無以言說的情緒 而真激症更是緊抿著雙唇 似乎下一秒就要痛苦失聲 所以真是我們家真是討厭 我碰到這個事 只要那樣子 如果有這個道歉會是很大的一個事實 這個事情原來是這樣子 以後想到228的我們就會比較會想到 這個事情已經聊了那些 比較有那個很大的理由 很大的理由 阿威爾 我們真的不知道 已經總統頒訂了 然後有公文 真的我們不知道 他說你爸爸 阿嬤 叔叔 真正拿著他問題 後續怎麼沒有這樣 他在總統 然後 還說他沒有同事 因為我們天井 也要拿著八三立飯 還有哪 我們家人的朋友 又沒有父親 現在 應該不會進來 會不會 阿嬤,做八三立飯 其實是一款最後一款 因為他很不利 才不利 我現在都知道 記者說七八個兩大 七個兩多 剛才出名了嘛 他說 你說你沒有看到嘛 記者也是沒有看到啥 希望記者能夠來個大會 再給我們一份聊那個心啊 四月份他們要掃墓的話 也可以禱告給他的爸爸 太好了 除罪話了 就是爸爸會看到就會 先讓他禱告給他的媽媽知道 事實上 真正男前輩獲罪一事 當年對於曾家也造成不小的影響 因為匪諜家庭的污名 致使真名先生差點失去工作 後輩也有人在考公務員的過程裡遭到詢問 那人聚在曾家大崗輩的客廳中 一起回憶當年的某些事情 才恍然大悟 原來竟是遭到監控的原因 這個叔叔的事情 影響很大的就是 那時候爸爸離開派出所 因為他跟那個所長 另外一個所長吵架 他就不做啊 他就離開 然後一直沒有換人了 或者一直帶來的 然後一陣子 然後另外一個所長吵架 叫他回來嘛 回首 但是問題是 很多人要爭那個缺 也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因為好像以前考警察 學校都要安全調查 對 到下面 他做團組的工作 然後他弟弟有被幫 有政治幫 不可以反對的這樣 其實那一次真的是很激烈 爸爸要父子的時候 他都拿出來了 你弟弟是運氣比較好的一點 都會寫資料是政治犯 然後有這樣的家屬 可以再進去啊 我說 還可以進去 我找你媽媽 有 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事情 好像他們搞警察學校 也是有被控告的 但是因為數數了 也沒什麼影響 反正有 都不知道 但是有影響 後來講影響 因為沒有錯 真的 對 因為他很大一塊肚子 然後長很久 再度確認弟弟獲得罪名撤銷後 曾銘先生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話 仿如重錘一般落在我們心上 即使弟弟已經過世多年 但是當年那莫名的罪名 和消失三年六個月的擔憂與恐懼 從來不曾從他的心裡抹去 唯恐哪一天 類似的事情會再度發生 曾家人深切的期盼 一切的傷痛能夠到此終結 真的會帶很大的祝福 因為像神能夠 這麼努力 會除掉我們的罪 像你爸爸 會一直跟他想保 那他這個事情了結之後 他就會禱告 通過神很大的一個司法 免得想到其他事情不想到 沒有 很累耶 對啊 把這個真相弄得更明白 讓我們家屬在 在這個事情 能夠得到一個宗旨 悲傷的宗旨 特別是那個總統幫部 除罪化的時候 對他們老人家 在離開時說 老人家的心 爸爸看到其他事情都會想到 女總好說 就把這個禱告 也許慢慢就會釋放 不會變成她的心情 對 我爸爸說 我要藏命是這個事情嗎 這樣 哦 這句話太... 對 這個事... 我要藏命 就在等這個事情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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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名先生所期盼的這一天 終於到來了 國家人權博物館 陳俊宏館長 與促進轉席正義委員會的 王真勇專任委員 帶著曾正男前輩的判決書 和罪名撤銷公告相關文書 先是到當年的事發地點 佳蘭國小校園探訪 然後便緊接著來到 鄭新春 原本應由曾正男前輩的長女 曾濟正出面收下 這兩份沉重的文件 她卻因為太過傷心 而不願露面 轉由妹妹曾濟山 和大堂哥曾德明代表受領 她是一個姐姐啦 可能她忙是借口吧 可能那個很心痛 如果這個要面對 那就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過去人權館比較多 在協助我們受難家屬 關於比方說了解一些檔案 想要知道一些過去的 一些相關的資料 對 所以我們 我今天有帶來就是 我們協助去把過去的那個 當年的那個判決的資料 那今天再轉交送到你這邊來 那我們也很期待就是說 一直人權館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怎麼樣協助大家 陪伴大家 我們有一個重要工作 就是怎麼把過去的這一些 歷史記憶把它保存下來 剛剛的這一份是當初的判決書 那是民國49年那時候做成的判決 對 然後那108年的時候 促轉會 然後宣布這個判決 撤銷這個判決 然後表示在那個時候 這個判決其實是違反了人民自由表達的 的這樣的一個自由 那我們看了那個判決書 覺得他們那時候都還是小孩子 然後其實就是一個好玩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表達 但是在那個時候卻被視為 是這個為共匪在做宣傳 有力這樣的宣傳給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帽子 而且就把他們關起來 我覺得對於那個時候兩個年輕人 造成他們生命當中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創傷 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這邊跟大家拜訪 那也是希望說今天是個開始 未來我們有很多的工作 或者是其實是希望能夠有比較緊密的聯繫 所以後續有任何的需求 或者是任何的想法 其實都可以跟人權館這邊來聯繫 那我們盡我們所能夠做的來協助大家 只在這裏面裡 稍微討充一下 就著作的計畫 我們下次再見 ISS은 紅白员 在這裏面上 它部分的力量 那這個只能夠有一個非常大的 上一邊 就在這裏面上 我們開始 稍微 拜託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